今天这个短片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非常励志的传奇人物 最近2023年还是2022年之后 大家应该都听到很多 那个YouTuber在说停更停更的事情 他们都太多专业知识的框架 太多文案的框架 太多专业拍摄的框架 所以他们做不了影片了 所以人只要到了一个最高境界 当你全部拥有之后你就做不下去 这是我看到很多人性的一个现象 所以当你有很多框架之后 你可能就会陷入这种问题 停更了或者作片作慢 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在教学检疫的时候 会看到有一些人为了一点点字体的美感纠结很久 为了一点点收音不好纠结很久 所以这个就是字媒体的框架 然后导致停更 但是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摩格斯 就是我2017年走过来 应该说2016年走过来到现在 2024年 他的出现是在2016年的2月4号的那一天 我那时候看到他每天po30支影片 他这个频道很屌 他总共有57932支影片 然后他有53800个订阅 他的总观看数是4900万 屌打所有做自媒体的新人 或者很专业的自媒体人士 也许今天什么专业领域剪辑摄影 文案能力都比他好 但是你的观看人数跟订阅人数都是属他的 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励志 我今天不得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2016年的那一天 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 让我开始注意到这个人 他那时候最早就是一直在po这种影片 就是传说吧 然后还有一些手游 那时候2016年是一个手游崛起的时代 所以你只要有在玩手游 然后大家就会去搜寻 他有的人他不想下载 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玩 先看人家网上看 所以导致说他的频道在八年前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所以你看他什么2800 265 1000多 700 4000 其实你会发现他比任何自媒体 现在po的一支影片 还要多人看 那这种影片的制作过程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你每天早上醒来 开启你的手机 开启荧幕录制 然后下载一个 Play商店的烂游戏 然后你就开始玩给大家看 然后他每次都玩十几分钟 好玩一点 他可能会玩十几分钟以上 他不好玩一点 他可能给你来一个七分钟 四分钟就给你卡掉 因为他可能连他自己都玩不下去 但是他还是会很认真的去介绍 说这个 哇 这个有什么感觉让他很惊讶的 尽管说这个惊讶可能是假的 但是他还是会尽量的 展现出来这种第一次玩这个游戏的假嗨的一种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蛮敬业的表现 尽管说这些游戏可能真的都不是那么的好玩 但是他还是很认真的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我们蛮佩服的 就是说以他一天po20支影片到15支影片的境界来讲 很多YouTuber不是说他日更吗 他可以做到日更15支影片 我觉得他最辛苦的应该是一早起来要打开手机下载10到15个游戏 然后一个一个玩 然后把它拍成10分钟然后上传上去 其实这个工作量是非常接近一个公司在上架的那种小编 的工作量其实是蛮辛苦的 就是这个工作他妈的有够无聊 但是必须做 然后他就是这样一路坚持到现在8年了 他都没有改变过 超厉害 他完全继续每天10支影片以上 来看看他最近的 点选最新 20个小时前12345678901112 131415161718 啊18支影片 他昨天就做了18支影片 干有过厉害 他真的很屌 这个其实非常励志 就是说有很多做自媒体的人他做不下去 或者说他觉得要怎样才是可以上架影片 当他陷入这种思维的时候都是多余的 因为人家就是示范给你看 什么叫做53800个订阅 什么叫做总观看人数有4900万 然后每天上架18支影片 没有剪辑 没有声音处理 然后他最近又更屌 他最近都露脸 干他真的很厉害 我每次跟课堂上的学生在介绍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蛮惊讶的 就是说他的境界是到这样 他以前被人家呛过 就是说那个什么 有人说他讲话很凉 是他小的 就那种人身攻击 他那时候好像就是被呛到最后 我不知道怎样 他突然有一天开始露脸了 所以我觉得 诶干这个自信真的是很厉害 很佩服他 他终于啃露脸 而且他一次露脸都是露一整排 他做短影片露脸的时候 我是没看过 是因为我在介绍 魔格斯的频道的时候 然后我的那些听众 他点开来说他露脸不露脸的问题 然后才讲到说 诶干他有露脸 而且他露脸每次都全部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真的很厉害 他八年来一直都没有再怕过的 他尽管说他做这个影片 下面很多人一直在呛他酸他 但他完全不在乎别人的 讲了啥小 反正他就是一直做 然后证明给你看 什么叫做4980万的观看数 那如果根据YouTube的观看数来讲的话 你可以去乘以0.04或0.035 现在广告那么大应该可以乘以0.04 所以你如果4900万的话算给大家看 千万乘以0.04好了 他至少赚了台币196万 然后他八年 96个月 196万 出于96个月 每天在家里 下载这么多游戏 然后他也能够有2万块 其实还蛮舒服的 就是说你如果家里是一个有房子的 然后你不需要去缴房贷 你住家里 然后你吃简单一点 然后你每天做的事 你就睡到自然景 然后开始下载18个手游 也不一定要每天18个手游 我看他有的也是重复开起来玩 你看Centent Time也是一样 人魔也是他旧游戏 英雄年魔也是 反正他也不见得下载到18个手游 他只是都会去上传18个影片而已 所以你只要用这个精神来做自媒体 你可以像摩格斯一样 在8年来都不停跟过 而且每天18支影片起跳 那其实我今天能够 每天这样一直po我也是受了他影响很深 所以有任何人说他自媒体做不下去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讲 那你去看看人家做到这种境界 你能超越他吗 相信很困难 很多企业集花了很多钱 买了很多器材 找了一堆团队 甚至找了一些行销公司 帮他买流量的 通通都有 还不见得人做出他这样的成绩 而且他是一个人单干 他是没有团队的 就是这种境界 值得大家学习 看看那些破百万订阅的人 然后在那边喊停更 再看看他 你就会知道 这就是一种全新的境界跟精神 毅力不咬 今天这个传题人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我相信你们看完他的影片之后 看完他赚的钱之后 你们会更有动力的把自媒体做下去 尽管说在这个年代 大家都很难赚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一天前的点阅率才1而已 一天前的点阅率才5而已 尽管大家都很难做 但是他还是能够每天继续的坚持走下去 这就是一种自媒体最强大的精神 跟大家介绍到这边